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武则天的故事 倒是一句话令武则天直哭 武则天 这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 是一个似传奇而非传奇的历史人物 她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曰的次女 唐太宗李世民的右倩 唐高宗李治的皇后 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 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 自称圣神皇帝 废唐座于一旦改国号为州 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 从她参与朝政 自称皇帝 到并移上阳宫 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 上成贞观之志 下起开元盛世 历史功绩昭昭于世 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 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据说武则天出生时 天象预兆没有什么预兆 但值得一提的是 其母杨氏已年过四十 武则天是他的第二个女儿 但是武则天出生后常哭不停 据传武则天哭了七天七夜都没有停 搞得他父亲很恼火 后来请来一位道士 这个道士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袁天刚 他看到年幼的武则天后 吓得面色全无 连忙把武则天的父母叫到屋外说 你这女儿不是一般人哪 是龙凤相 也就是帝王相啊 若是男孩的话 将来必为一朝之君哪 于是历史赫赫有名的袁天刚 为了让武则天不再哭了 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 文臣武将已归位 请君莫担心 这句话说完 武则天立马就不哭了 不管是不是传说 武则天出生天象预兆有没有 但是出生后又连哭了七天七夜的传奇故事 也许正符合武则天先当财人再当皇后 最后当皇帝的人生历程 武则天的坎坷人生路 贞观十一年 十四岁的武则天在长安入宫 成为唐太宗的财人 唐太宗最初非常宠爱他 次名武妹 但不久便将他冷落一边 武则天做了十二年的财人 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升 在唐太宗病重期间 武则天和唐太宗的儿子 后来的高宗李治建立了感情 贞观二十三年 唐太宗去世后 武则天和部分没有子女的嫔妃们 一起入长安感业寺维尼 但是他与新皇帝唐高宗李治 一直藕断丝连 后来唐高宗将他重新召回宫中 封为昭仪 永辉六年 也就是武则天重新入宫的第三年 高宗不顾长孙吴继 主随良等元老大臣的反对 册封武士为皇后 之后武则天积极为高宗出谋划策 采用先义后难的策略 先后罢出了主随良 含怨来济 最后除掉了长孙吴继 至此高宗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 高宗健康状况不好 许多政事都交给皇后武则天来处理 因此唐朝经历了一段 双旋日月赵乾坤的时期 武则天逐渐掌握中央实权 并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公元683年高宗并亡 不久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 是为唐中宗 不久又被中宗为庐陵王 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 视为唐瑞宗 平定了徐敬业领导的反叛后 于公元690年 武则天费瑞宗称帝 改国号唐为周 定都洛阳 称圣神皇帝 在位期间 武则天表现出非凡的治国才能 国家富强 百姓安居乐业 但武则天的晚年生活被认为荒淫 因为他亲近以张昌宗 张义之为首的一般面首 并给以高官厚禄 但他最终决定传位给亲儿子 而不是武士家族的人 被认为是正确之举 因为人心思堂 当时只有李唐传人 重新登级才能服众 公元705年 徐敬魂和宰相张俭之等人 发动政变 逼迫武则天退位 拥立中宗李显复位 恢复了唐朝的政权 同年武则天病亡 享年82岁 遗诏去帝号 称天大圣皇后 并令人在灵前 竖起一座无子碑 是非功过任后人凭说 武则天的成就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女皇帝 一声可以说是政绩卓著 在位期间 他先后采取了 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 大力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 重视农业生产 武则天非常重视农业发展 毕竟农业在当时算是国家根本 关系到一个江山的稳定 当时武则天主张 劝农丧 薄富瑶 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尤其是他把对于农业重视程度 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的标准 大力实行屯田制 并且让人专门编写了一本农业书籍 来指导农业的生产 增加粮食产量 第二 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 武则天同志时期 国家国力也是非常强盛 这主要得益于外面有一个安定的环境 在辅助唐高宗期间 武则天就认识到 只有和周边以及邻国搞好关系 才能够有利于大唐的安定 在其统治期间 积极发展同朝鲜 日本 印度 波斯等国家的关系 派遣官员来到这些国家 建立良好外交关系 亲自接见外国使者 对于一些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 武则天采取的是恩威病失的政策 有的是采取扶持政策 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经济以及农业发展 把中原的一些种子 农具 先进技术等带到这些地区 促进当地发展经济发展 毕竟这些地区稳定了 无形当中降低爆发战争的风险程度 另外 对于少数民族发动的侵扰和叛乱 也是予以坚决打击 第三 重视人才 武则天在位时 非常重视对于人才的培养 无论是选拔和重用 都是非常积极的 通过发展学校教育 和完善科举制度的方法 先后选拔出了很多人才 武则天统治时期的话 相继涌现出很多人才 有些更是在下一代皇帝中得到重用 在唐朝早年 朝廷很多重要位置 都被一些名门子弟所掌握 无疑这也制约了很多贫寒人才的发展 就是关隆集团把持朝政多年 而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 将其彻底地逐出政治舞台 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有很好促进作用 很多贫寒弟子也得到了一个施展报复的机会 武则天足智多谋 监设文史 在折政期间 他继续推行法制 开创电视 创舞曲 字举 事官 亲自考试共事 修姓氏录 练武士为一等 重视农业 抵抗吐蕃的功扰 在位期间 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但由于大修妙语 人民负担有所加重 武则天执政时期 上称贞观之志 下起开元盛世 史家称他的统治有贞观一风 后来史学界对武则天的评价差异之大 变化之快 为历代帝王中所罕见 武则天受人指摘 主要在于大兴告密之风 任命酷吏 残害无辜 滥风官吏 以及生活淫乱等 实际上 武则天既用小人 也用君子 小人帮他夺权 君子帮他治国 他虽然使政治上层一度动荡 但社会经济仍保持平稳发展 使他在实现2000年封建史上 未有的变局之时 只遇到若干短时的反抗 总的来说 他的统治 尚成贞观之志 下起开元盛世的评价 还是恰当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